好,下面我们为文字添加光泽效果 点击光泽,那么我们可以为它添加光泽效果 那么在这里呢,我们可以改变光泽的颜色 比如说我们使用一个深蓝色 那么它与我们现在这个涂层的颜色呢,对比比较大,看得比较清楚一些 那么不透明度呢,我们可以改变这里光泽的不透明度 角度呢,则是改变光泽的角度 一般呢,用它来改变这里的随机效果 距离呢,则是改变光泽的距离大小 我们还可以改变光泽的大小 那么最重要的,这里的等高线 我们可以利用不同的等高线 创建出不同的光泽效果,使它像绸缎那样 那么通过这些选项呢,不同更改 我们可以改变出来不同的光泽效果 那么大家自己试一下就能明白 那么这里的消除锯齿呢,则是将光泽的一些锯齿给去掉 那么防止出现锯齿,反向则是将光泽反向 那么我们可以使用它 看一下效果是什么样的